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张学良将军96岁的寿臣 这一天夏威夷阳光灿烂 微风袭袭 天气非常的好 老寿星本人性质也很高 他和夫人赵依迪还有全家子女欢聚在一起 此外呢还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他们的亲朋好友 气氛欢腾而又热烈 宴会之后有一位晚辈知道张学良喜欢京剧 所以呢就唱了一段华容道给老寿星助兴 一曲唱吧大家是掌声雷动 但是老人家只是点了点头 眼神当中还流露出一丝伤感 他叹了口气说 你们知道这出戏里有一个愚公之私的典故吗 战国时期郑国大夫子卓儒子 率领郑国军队攻打魏国 班师途中受到自己的徒孙 魏国将军于公之私的追击 两军对垒 于公之私见子卓儒子拉不开弓 便说 先生你是鼎鼎大名的弓箭手 为什么今天拉不开弓呢 子卓儒子说 我今日旧疾复发 拉不开弓了 于公之私面露难色说 您是我师父的师父 我怎能用您教授的设计来伤害您呢 但我今天是奉命而来 在国事面前 我不能寻思 于是与公之私拿出弓箭 在战车上敲掉箭头 向施工子卓儒子 发了四箭就回去了 老将军说到此处 仿佛有什么心事 让他戛然而止 陷入到一种沉思当中 在他的眼前 也许浮现了一张 幽黑的长方脸堂 续着短短胡须 眼睛炯炯有神 身材高大而又魁梧的人 这个人就是张学良青年时代的恩师 郭松林 1925年 张学良亲手断送了自己老师 郭松林的姓名 这件事情 让老人家现在想起来 依然心痛不已 1925年的冬天的一个深夜 奉天的大帅府里少帅 少帅张学良的秘书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地上一封电报 看完电报 张学良惊得睡意全无 这封电报是自己的恩师郭松林 发给父亲张作霖的 电报中说 郭松林为了笑而战乱 改造东省 必须要求张作霖下台 由少帅张学良主持大政 简单地说 郭松林要造反了 要推翻张作霖的统治 辅佐张学良上台 郭松林当时是奉系军阀第一干将 时任奉系军阀第三军的副军长 郑军长就是张学良 郭松林是张学良的老师 又是他事业上的左膀右臂 他手里掌握着奉系军阀 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和武器 他要起兵造反 那真是要了张作霖的老命 张作霖看完这封电报之后 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了 他把这封电报钻在手里 大声说 去把这封电报 让小六子看看 小六子是张学良的乳名 当张学良看到恩师发来的 这封电报之后 一时手足无措 陷入两难之地 一边是疼爱自己的父亲 一边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师 张学良夹在两个人中间 该怎么办呢 而这郭松林到底又是为了什么 要造反 1882年 郭松林出生于沈阳市东陵区 深井子镇赵家铺村的一个贫寒的家庭 他年轻时就是一个立志包裹的爱国青年 1907年 他毕业于凤天陆军俗成学堂 后加入同盟会 无常起义后 郭松林返回到凤天 参加了张荣领导的联合促进会 密谋起义 但不幸失败 差点丢了性命 1913年秋 郭松林考入中国陆军大学 毕业后 他又回到了凤天 进入张作霖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当教官 这是电视剧《少帅第二集》中 少年张学良和郭松林认识的场景 当时少年张学良因为太过顽劣 把教书先生气跑了 无奈 父亲张作霖只能在自己的军官中 挑了一个人教导张学良 这个人就是郭松林 你对地图感兴趣 要不我给你讲讲地理 讲讲咱们东北的地理 你看可好 好啊 但真实的历史当中 郭松林和张学良相识的并没有那么早 这是位于今天沈阳的东北陆军讲武堂就职 他们当年是在这认识的 当时郭松林是东北讲武堂的战术教官 而张学良是第一期炮兵科的学员 两个人是师生关系 这个东北陆军讲武堂是张作霖所办 基本上是张家的家校 因此呢 蒋武堂的教官甚至校长对张学良甚为关照甚至刻意奉引 但唯独郭松林对张学良管教慎言 绝不稍加宽容 郭松林的严格反倒赢得了张学良的尊重 张学良对郭松林的强烈爱国思想 高超的军事素养 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 郭松林也对这个大帅的儿子刮目相看 他觉得张学良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顽固子弟 他是一个刻苦努力的有为青年 是一个值得他培养的未来国家的动良之才 张学良在蒋武堂学习期间 就跟郭松林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因此 当张学良从蒋武堂毕业之后 担任巡月时鼠卫吕吕长时 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林 任卫队吕参谋长 兼第二团的团长 这是郭松林受到张学良信任的开始 此时的时间是1920年 就这样两人行情相惜 以知己相托 在师生情谊上又建立了相互信任 互相提携的深厚用情 张学良虽为一军之掌 但该军一切用人行政 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事宜 均揽在郭松林一人之手 张学良有时候都懒得过问 张学良后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来形容他和郭松林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 我就是茂臣 茂臣就是我 他们俩亲密的就像一个人 我父亲常常说我一句笑 说除你老婆 你不能给郭松林寻以外 但是你吃点什么东西 你就会变得 张学良对郭松林像老师一样敬佩和信任 同时也像兄弟一样的爱护和帮助 郭松林性情耿直 有的时候也做出点任性的事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当中 张学良就上演过一出 萧和月下追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你是你的学生 和今天不同 我是你长官 你要动派 没有我病理你不行 你现在要动派很好 我是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你是人带牆 把我打死 那你这回事 你不摆我打死不行 我要控制你 他哭 我说你哭了 他说我给你丢人 我得善我打善 人家打善 那说不到 他说我现在我只求你死 我愿意死 他这个人是真正的 他不是说这样 我说你真正 他说那我 你既然要死这个事很简单 你为我争辩的也很简单 那你上前线去 你何必 叫我给你打善 你这个是跟敌人去打善 你暂时不疲惹这么死 后来在张学良的激励下 郭松林率部猛烈攻击 一口气打到了秦皇党 为奉军的胜利立下了奇功 从此张学良 郭松林两人 在奉系军阀内部 名声大震 六十多年后 张学良在一次采访当中回忆说 这次胜利之后 我的官职升上来了 但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 我没有那样的能力 我前半生的事业 完全靠他 但是 等仗打胜了 部队班师回营 张作霖犒赏三军的时候 赏赐的名单里 却唯独没有郭松林 张作霖觉得 自己打下的天下 早晚都是儿子张学良的 郭松林又是儿子的左膀右臂 等张学良做本了帅位 那还能少了郭松林的 君贤和地位吗 但郭松林 却没猜透张作霖的心思 他虽然不是个贪图富贵的人 但立功却没有赏赐 还是让他心中 很有些不远 那个时候 风起军阀内部也出现了矛盾 逐渐分裂为三个派系 以跟张作霖打天下的兄弟们为首的元老派 以杨宇廷为代表的士官派 和以郭松林为首的蒋武唐派 这几个派别互相拆台 争权夺利 其中受害最大的就是郭松林 他经常在派系争夺中遭到排挤 心中总是感觉 郁郁不得志 这次郭松林立了军功回来 却没有加官进决 他心中隐隐感觉 是不是大帅受了元老派的蛊惑 对他有所猜忌呢 从那之后 郭松林和张作霖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 那这是不是郭松林 最终起兵造反的原因呢 其实不然 郭松林发动兵变 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1925年的一天 张学良正和郭松林讨论事情 可是郭松林的情绪却十分激动 他说 东北的事都叫杨雨婷这帮人弄坏了 安徽江苏失败 断送了三个师的兵力 现在杨雨婷又缠着老帅 给他们去打地盘 这个炮头 我不再充当了 要把东北事情办好 只有把杨雨婷这帮城市不足 百事有余的家伙赶走 请少帅来当家 话语间 张学良一一已经感觉到老师 有反讽的意思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其实 对张作霖多次发兵入关 争夺地盘 挑起战争 郭松林一直是持反对的意见 他觉得中国现在是内忧外患 应该团结一心发展经济 一致对外 怎么能够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 郭松林曾经上书张作霖 劝他 罢兵惜争 保敬安民 张作霖非但不理他 还很生气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胜利了 但是东三省都为此元气大伤 到了1925年 杨雨婷又竭力怂恿张作霖 发动第三次直奉战争 结果仗还没开打 杨雨婷就把苏婉良省给弄丢了 郭松林愤怒地表示 不给杨雨婷收拾残局 之后为了躲避这个烂摊子 郭松林以养病和考察军事为由 带着夫人韩淑秀去了日本 没想到在日本发生的一件事 才真正点燃了郭松林推翻张作霖的决心 在日本期间有一天 一个日本参谋本部的朋友来到郭松林家里做客 期间这个日本朋友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郭先生此次来日本除了养病 是不是还有代表张大帅跟我大日本帝国签订密约的任务啊 郭松林一惊 立刻问了一句 此话怎讲 原来 张作霖为了打第三次直逢战争 以帮助落实丧权辱国的21条位条件 来换取日本方面提供的军火 听说这件事后 郭松林愤怒 他对妻子韩淑秀说 国家危机到了今日这个地步 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 他的这种干法 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沟通的 我是国家的军人 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 张作霖我真打国民军 我就打他 1925年10月24号 郭松林应张作霖的电照回到了奉天 随后被派往天津 此时张作霖和北京冯玉祥的关系 已经势同水火 郭松林是被召回来 帮他打内战的 但是这一次 郭松林却调转枪口 对准了张作霖 11月21日晚 郭松林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婷的通计 提出三大主张 一是反对内战 主张和平 二是要求霍国 媚日的张作霖下野 成本主战最魁杨宇婷 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 改革东三上 11月23日 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 一场血战 拉开了帷幕 接到通电的张作霖 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来回的踱步 郭松林的临阵倒戈 让他猝不及防 他寻思着现在的北大营里 兵在哪儿 酱又在何处 最精锐的部队都在郭松林的手里 想到张学良和郭松林之间的关系 张作霖一度甚至以为 郭松林的起兵叛乱 就是张学良受益 张作霖心想 小六子真是想要抢班夺权啊 冷静之后 张作霖想出了个毒招 你小六子不是和郭松林情同手足吗 那好 干脆就让你带兵征讨郭松林 看你怎么下手 于是张作霖就让张学良挂帅 去跟老师郭松林对阵 恰巧郭松林起兵造反 打的也是张学良的旗号 一个父亲 一个老师 都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前面打仗 这样一场奇怪的仗该怎么打 在这两难的境地中 张学良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之中 那天晚上 他失眠了 脑袋疼得快要炸开了 绞尽脑汁后 张学良终于想出了一个 在父亲和老师之间 都能交代过去的两权之策 那就是劝和惜兵 他自信 以他们二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不愁过宋陵不听劝阻 想到这儿 张学良稍稍稍感到了一点轻松 和一丝宽慰 和一丝宽慰 第二天一早 张学良主动去找张作霖叩头谢罪 并且呢 主动地说 要去劝和郭松林 张作霖一听大喜 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 而且呢 为了消除 郭松林反奉的部分口实 他让杨宇婷主动辞职 杨宇婷当机心领神会 递了辞职报告 去了大连 张学良哭着对张作霖说 如果我不能阻止郭军的倒戈 宁死不归 说着上了汽车 消失在了奉天的马路上 张作霖一直站在门口 直到看到儿子的汽车不见了 才转身回屋 张学良先是来到葫芦岛 在那儿乘坐军舰正海后 前往青黄岛 与郭松林见面 但是这趟求和之旅 远没有张学良当初想的那么顺利 张学良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约郭松林与他见面 郭松林看完之后 叹了口气 对来人说 军事时期 我不想见他 待打完仗回天津后 我们再见面谈 请不吝点赞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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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会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做最后的努力 他用铅笔写了一个简短的编签 让人送去 郭松明看完了 默默地把编签递给夫人韩淑秀 说 信上提到你 你看看吧 然后他转过身去 比目良久悄然地流下了眼泪 夫人韩淑秀看到变迁上是这么闲 战局一开 断无婉轮 唐武沦为天涯孤客 必无后悔之起 末尾还郑重写着 向夫人致敬 这句向夫人致敬 其实很有深意 他是希望师母也能帮着劝劝老师 早日和他见面 后来郭松明给张学良回了一封长长的信 我手里拿的呢 就是这封信的复制剑 我给大家念其中的一段 松明此次举动 纯未消除乱缘 拥我公为首领 改良东北政治 不是内征 修养人民 所发命令 君属我公之名 使部下不忘我公也 这里的公 指的就是张学良 在这封发自肺腑的信当中 郭松明叙述了他起兵的理由 一是为了消除内乱 二也是为了让张学良能够统治东北 这场仗都是打着你的旗号 总而言之一句话 老师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你呀 接到信的张学良十分感动 可不久之后 他又收到了父亲从奉天发过来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逼得他差点自杀 我们来看 这封电报的抬头十分富有深意 上面写的是 汉清军长勋剑 父亲从来都是叫他辱名小六子 从来没有这么正式的叫过 汉清军长 父亲这明明就是在生他的气 这封电报接下来是这么写的 清街郭松明等通电 拥举桂冠为东北省军长 余等准备隐退 请急过来交替 落垮是 正规军总司令张作霖 一边是老师那边劝和不成 另一边是父亲的冷言冷语地骂自己 张学良再次陷入了两难境地 看到电报后的张学良五脏俱焚 他走到军舰的甲板上 任由海风吹乱他的头发 凝望着老师所在的方向 一个冲动的念头突然涌上心头 他想挑害自杀 我说我的部下看着我 我真是要自杀 我霍言杰这封电报 我在青岛导船上这封电报 张安清先生 谁不打电报 我看底下是张少林王永江 我看了我地方问 他说现在军队大家攻击你 当丰天主席 管理丰天生 请你回来接事 所以我就是要挑海贵 这个事 眼看着自己这次劝和是不成了 看来这场仗是非打不可 张学良暗自责怪自己无能 他带着遗憾 坐军舰 离开了秦皇岛 在海上漂流了几天之后 他看到郭松林的兵车 不断地北运兵力 这个时候有属下向他请示说 可否向岸上开炮 张学良拒绝了 这是一场棋决古今 中外罕见的战事 对阵双方的统帅 都是由同一个人来担任 张学良既是郭军的最高司令长官 又是凤军的最高将领 因为郭松林呢 是打着少帅张学良的旗号来反凤 而张作霖也是派张学良去评判 这么一场奇怪的仗 就这么开打 当时对阵双方以郭松林实力较强 他统帅了凤隙军阀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 包括六部兵师 两个炮兵旅 一个骑兵旅 以及工艺兵等 总数在五万人以上 并且拥有夜战炮240门 海击炮一带50门 中极枪一带50体 而反观张学良这边 由于兵力空虚 参不出迎战 连招战之功都没有 刚一开始就在连山礼仗 遭到残害 1925年的12月5号 奉天的大帅府里一片狼藉 人们正在手忙脚乱地 收拾东西准备逃跑 因为张学良在锦州 和郭松林军对阵的时候 又遭惨败 郭松林已经占领了锦州 就快打到张作霖的家门口了 张作霖命令自己的老婆孩子 收拾戏软准备逃跑 张家的门口停了27辆卡车 装满了张家的大小家党 他还让副官买来了 十多桶的汽油和许多的木柴 堆在房前屋后 准备郭军一旦攻入 他就放火 把张宅复之一聚 据张家的佣人回忆 当张作霖得知郭军 已经占领了锦州之后 他把自己关在小屋里 躲在炕上 天天地抽大烟 抽一会儿大烟 跳起脚来又骂会儿小六子 骂会儿郭松林 然后接着回去 接着抽 正当郭松林战场上 食物破竹的时候 日本人突然上来插一杠子 当郭松林的军队 乘胜东进的时候 日本国东军 不禁不允许他们靠近 南蛮铁路沿线 并以大批兵力 切断国军后方 焚烧起弹药库 还出动了飞机 美额轰炸 给国军以沉重打击 这样也给张学良 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他从黑龙江和吉林 调来了大批军队 前来支援 日本人唱的 这是哪出现呢 缝隙内讧 日本插足 日本人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答案继续为您讲述 原来郭章交战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日本人在东北的利益 于是呢 日本人派人去接触郭松林 语带威胁的 想要从郭松林那儿 要到一些以前没有 从张作霖那儿得到的好处 郭松林怒不可遏 对日本人说 岂有此理 这是中国内政 我不懂什么日本人的特殊权利 日本人看郭松林态度坚决 于是呢 就转向了张作霖 张作霖并急乱投医 向日本人表示 只要保住他的地位 一切要求都好商量 日本人趁机提出 增助集会等七条铁路 获得商租权等 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 张作霖为一时之急 同意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 于是就这样 日本人和张作霖 串通一气 联手对付郭松林 日本人的加入 让战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但是更可怕的是 这时候郭松林自己 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个错误 让战局瞬间发生了 惊天大逆转 甚至最终导致了他的惨败 其实在交战过程中 张学良和老师郭松林之间 一直有书信来往 有一次 郭松林居然在一次会议中 把他和张学良之间通信的内容 说给了部下听 他的本意是说明 他们两人之间感情如何好 他打这一仗完全是为了张学良 他也是迫不得已等等 没想到 他这么一说 反倒把一个内部流传的不公开的秘密给公开化了 那就是 其实他们对阵的人 就是少帅张学良 本来郭松林这次反奉之所以能够振臂一呼天下应 靠的就是少帅张学良的号召礼 因为张学良当时深受官兵们爱戴 在奉系军阀当中威望很高 现在真相大白 郭松林手下的团长旅长们 知道他们打的就是张学良 于是开始军心动摇了 随后张学良又使出了一个狠招 学习当年刘邦来了个四年楚歌的号戏 他经常对着前线喊话 劝对面的兄弟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他还用飞机在郭松林的营地撒下船单 上面写着 吃张家 喝张家 跟着冤家打张家 突袭个啥 当时国军中团支以上的军官 不少都跟张学良互通团取 而士兵们的厌战情绪也余日俱增 军心缓散不可收拾 12月21号 郭松林抵达新民县 张学良则在兴隆殿设了指挥部 师生双方就隔着聚留河 做最后的决战 由于有了日本人的帮助 此时的双方力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张学良在聚留河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 他的炮兵虽然不及郭军 但使用的多数是由凤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和日本重炮 而且由日本人亲自指挥和操纵这些炮队 弹药也由日本人提供 有一天张学良来到聚留河边 看着湍稽的河水不禁心中感慨 他的思绪回到了多年前 他们还在江武汤学习期间 郭松林曾经带着他来到聚留河做实战演习 张学良是郭松林教出来的 双方都太了解了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谁能猜透对方的心思 张学良了解郭松林的秉性 他是一个宁舍不弯的人 他作战的原则是 哪儿硬往哪儿打 果不出所料 当全线发动进攻时 郭军主力全部用在了正面进攻上 张学良趁机狠狠地袭击他两翼的弱点 郭军果然节节败退 然而就在郭松林急需支援的时候 他的军官邹作华 突然将锁部炮兵旅撤回 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 临阵倒戈张学良了 原来在开战之前 张学良早已做好了策反工作 邹作华本来就心向少帅 于是临阵倒戈 导致郭军大败 真是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这次战胜老师 作为学生 张学良没有任何快 反而感到彻底的绝望 和痛苦的悲哀 他知道 从此他将失去一位最崇敬的老师 最忠诚的伙伴 最知心的朋友 郭松林见大势已去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四号尘 携夫人韩淑秀 及幕僚庶人 以及两百多名卫队出走 后来在苏家窝棚被捕 张学良曾经想抢在父亲前头 去营救郭松林夫妇 但是他还是晚了一步 多年之后 张学良为什么敢说 郭松林的死 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郭松林失败以后 从凤田派这个 从松林屋的这个卫队团长 高金山 压解郭松林夫妇了 这个郭松林是 从水安一出来 给张学良有个电报 这个电报呢 我先到我那了 我接的电报呢 我就给张学良看了 他就说 他说你马上给高金山打个电报 把他压解到这儿 怎么他放了 我刚写几个字 高金山又来电报 就是奉率令 已经和国手 郭松林夫妇究竟出决 听到郭松林夫妇去世的消息 张学良垂胸顿足 悲痛万分 心想还是晚了一步啊 郭松林的孙子郭台来先生回忆说 爷爷死后 张学良来到我们家 给我增足父母 跪下并流着泪说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郭大哥 1925年12月25号上午10点 郭松林夫妇是在离老达房 无理许的地方被枪杀的 临行之前 他们夫妇面部改色 微笑着 看着对方告别 又是一个刑场 这个场景让他们多么熟悉 13年前 那也是在一个刑场 那是他和妻子 韩淑秀 见面的地方 他因为参加了辛亥革命 反对清政府 被当作乱党抓了起来 而且 就要在被推出斩首的时候 路途当中 忽然有一个女子冲出了队伍 对当时东三省的赵尔逊总督 大声喊道 总督大人 刀下留人 这时候只见一名俊俏的女子 快步走上前来 向赵尔逊身诗一礼说道 总督大人 我是郭松林的未婚妻 郭松林呢 就是咱们奉天的本地人 他去四川新军 当了一名营长 三年前我俩订婚 这回回来他是为了完婚 没想到被人诬告是革命党 实属冤枉 请大人明察 四川总督赵尔逊和赵尔逊是亲兄弟 而郭松林的上级 名字叫做朱庆兰 这个朱庆兰正好是赵尔逊的属下 说明了这层关系之后 赵尔逊当时就把郭松林给放了 后来郭松林和韩淑秀 见身情愫 结背抗礼 13年了 他们之间的缘分 开始于刑场 也结束于刑场 夫妻二人携手赴死 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一段 悲壮的爱情 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是郭松林夫妇死后的遗诏 我们可以看到 两个人的尸体呢 已经被清理干净 而且呢 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平躺在草席上 这张照片能够流传下来并不奇怪 当时这张照片被散发的东北三省 到处都是 原来张作霖枪杀了郭松林夫妇之后 并没有马上安葬 而是把他们的尸体 放在了奉天小河边上 曝尸三日 还拍了照片 散发东三省 一来是为了 谢他自己的心头之恨 二是杀一警百 警告所有 胆敢反对他的人 据说张学良 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不忍直视 马上命人把照片烧了 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 张学良回顾往事 仍然扼腕长叹 他说 如果当时郭松林在 日本人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在这场和恩师的对决当中 他既是成功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